台北市已进入超高龄城市 大安区老年人口更高达23.3% 台北市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 结合台大农场园艺分场 将举办来把园艺场幸福之旅 失智长者无感全方位体验活动 透过听觉、视觉、嗅觉、味觉 以及触觉无感体验 激发长者思考 在轻松氛围中产生正向情绪 这次我们这次的活动 是办在5月30号 那我们是希望邀请 就是失智长者一起来参与 就是无感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 那主要是因为失智长者 其实如果除了在比较严重的时候 医疗的介入以外 我们希望在前期预防的时候呢 他能够就是鼓励长者多参与活动 然后一方面他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事物 可以就是增加认知的一个功能 那也可以延缓老化 那相对的对于他的这个照顾者呢 也能够减轻一些压力 这样子可以提升整个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在5月30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连续跟台大的这个园艺的农场呢 合作了这一场 这一场就是园艺厂的这个幸福之旅 那我们主要呢是用无感全方位体验的一个活动来进行 那主要是包括他们就是 教给他们一些园艺的一个知识 还有欣赏植栽 还有闻闻一些现场的一些花草 还有给他们一个品饮茶饮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也会教他们一些创意DIY的一个内容 健康中心的服务人员 更鼓励我们所有的长者走出家门 多多的参与各种活动 可以活化我们的脑力 锻炼我们腿部的肌肉 避免脑化 肌无力 更可以使我们的心情开朗 乐观 搭到健康乐活的目标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神经内科林怡君主任表示 随着人口的急剧老化 失智者也将快速增加 在地安养已成为必须正式的需求 那我想随着这个我们人口的急剧老化 失智者也会是快速的增加 所以在地的老化跟安养一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带动社会各阶层去了解说 失智认同失智进而去建造建构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 帮助失智可以在他的社区环境中暗示的生活 那这样子不只是可以减轻家庭的一个照顾负担 也可以减少他的情绪波动 甚至也可以减少不了的一个依赖 那我们知道其实非药物治疗其实是失智中很重要的运环 那社交鼠康前是我们市联谊的这个失智共闹中心 近年来积极推动了一项方案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医疗单位 那跟几个这个社区的一个友善场域 机座场域合作 那我们去办理各式的这种动态或静态的各种的艺文 运动或学习的一些活动 那帮助失智者可以更自在的参与 自在的走到社会跟社会互动 我想这样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达到 这个失智友善本市区共闹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几次我们都跟大家将中心有一个 很好的互动跟合作 也让我们可以把病人可以很顺利的转接 去参与这些社交鼠间 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杨明娟主任表示 鼓励长者从生活中管理六大内在能力 可以透过简单的长者功能评估量表 了解自我功能的状况 建议65岁以上长辈或其家属 可以透过手机扫描长者量六力 LINE AT的QR Code加入好友 帮助长者随时评估身心状况 及早介入处理 进而延缓失能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